阿耶華舊擺在省城,廣府人很喜歡上茶樓。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,阿耶華已經有大大小小成四百多間。 可以分成三種等級。第一,還叫做茶樓。 那棟房屋要有兩層以上資格。 室外和室內用曬紅蕩蕩、碧綠和金黃色。 畫滿山、水、桌仔、樹木圖畫。 製作結他枝。 喝茶茶格,以最高果層最難力。 事關越高越靜,兼顧風景嶺,最涼爽。 由火記輪流特注點心叫賣。 叉燒爆春卷、蝦餃燒賣、鮮蔬卷、馬拉奧。 第二種叫茶室,洞中都是兩層樓。 屌那星,那茶樓有什麼分別? 茶樓樓下都做生意。 茶室樓下不能喝茶,通常是餅店。 樓上至喝茶吃點心。 靜客和學者幫襯多。 一跨過門鏟,直上樓梯。 樓上掛著靚木或玻璃招牌。 好似五月花、白金龍、谷苑、陸園、梅苑、梅苑、奕山、中華。 他們點心比茶樓精致好多。 省城有所謂一星期尾點,就是去茶室。 第三種是滴草根階層茶館。 因爲茶家每位窗中兩厘前,所以俗稱為二厘館。 入邊桌,已亂七八糟。 主要供應水餃、粉麵、燒賣為主。 香港果的二厘館就主要供應甜包、咸包、蝦餃、燒賣為主。 等茶客食完娜娜臨開工。